下崗普隆公 下崗普隆公 聽得懂是什麼意思嗎 OK 大家好 我是Jerry 大家有聽過台灣舞霸嗎 就是台北有北鳥 然後呢 台南有獅目魚 花蓮有米老鼠 那雲林的話呢 有獅瓜小姐 那中部的話呢 是一隻妖怪之類的 那我們今天呢 來台中一中街 附近呢 我們來看一個鄉土玩具 那今天的展示呢 他現場呢 有看到呢 台南的獅目魚君 那這一隻呢 在台南北門那個地方 現場的話呢 聽說是第二波開始預售 好像是2400 那這邊呢 你會看到呢 獅目魚君呢 他用的不同的這樣子的造型 一樣的設計呢 然後塗上不同的顏色 那接下來呢 你會看到呢 這邊呢 就是獅瓜吧 然後他是個女生 然後記得他在他的對面呢 有一個男生 是他老公之類的 喔 獅瓜小姐 那這邊呢 是位於獅中街 裡面呢 然後一家福士建的二樓 那他目前呢 有一些展呢 他是到10月8號 聽說 時間呢 會延長一點 台南的北門獅目魚君 你喜歡吃獅目魚嗎 還是喜歡吃獅目魚鹹舟呢 哇 長得非常恐怖的 就是獅目魚君 整個內臟都跑出來 整個內臟都跑出來了 整個內臟都跑出來了 哇 這超大顆大 哇 這超大顆大 那如果你喜歡吃麻辣鍋的話呢 那他另外一邊呢 是不同的展 那邊是小時候 好像是1982的展 那這邊的話呢 他是針對這個虎爺 那如果你有看影片的話呢 我記得有人還是開車呢 到處去找台灣這種各地呢 非常奇怪的雕像 那這個獅瓜小姐呢 就是在那個好像是在雲林那邊呢 然後被標注呢 就是台灣最奇特的地標之一 然後當然呢 台南獅目魚君呢 他也是在他的汽車 環台的旅程中呢 他有派進去 下崗普龍宮 下崗普龍宮 聽得懂是什麼意思嗎 下崗普龍宮 下崗普龍宮 哈哈 台語 OK 所以呢 如果你喜歡這些作品的話呢 你可以到他的1982Kids 1982Kids 小時候 家裡出品 OK 我們今天來到呢 鄉土玩具 一起回到小時候 然後呢 台中過去跟現在那個展呢 就在台中市呢 一中街這邊 還蠻特別的展喔 那如果像我的話 喜歡公仔的話呢 就可以來這邊逛逛公仔 然後呢 說不定呢 買了之後呢 我們就去這些景點 雪甲的這個 恐龍大將軍 我身為台南人 我還真的不知道 我們找機會去 我們買了這一組 下崗普龍宮 下崗普龍宮的 下崗普龍宮 這個別針一組 老虎別針 一個黃色跟粉黃色 超可愛的 然後他要買就可以 就可以有送一組 贈品 隨身贈品 超帥的啊 這個 黑色的那個 下崗普龍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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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用黑色 真的太帥了 好啦 我們今天呢 帶大家呢 來一中街呢 這邊呢 來看了一下 這個所謂的公仔的展 那 就是 喜歡公仔的話呢 或是說你喜歡台灣五霸的話呢 也許 來這邊買看看 剛已經要兩隻了 那一隻 花蓮米老鼠 據說是版權的關係呢 所以不會上來 因為他也是超迪士尼的嘛 那北鳥呢 聽說已經下架了 台中那個 中部的中央呢 我也沒看過 所以也許呢 下次我們有機會的話呢 我們就去看一下 台灣五霸 的其中四霸 我們要去拍影片吧 OK 那以上的影片呢 希望你會喜歡一樣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Jerry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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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